為了讓旅客能夠更加快捷、暢順地過關 我希望有幾點的溫定提示 第一,聯塘口岸和鄉原為口岸 在2008年8月已經啟用了貨運通關服務 而旅客通關服務這次是首次啟用的 口岸是備有人車直達的設施 市民可以利用公共交通服務 或者私家車或者連接口岸的行人隧道 直接去到新的口岸 口岸亦設有停車場 旅客往返內地的時間 特別是深圳東部或者廣東東部的旅客 可以多些使用全新的旅客的口岸 第二,羅湖口岸的通關服務 在2月6日將會全面恢復 由於內地當局在羅湖口岸會進行一些改善工程 或者是會影響一些過關等級的時間 市民如果是希望利用羅湖口岸 我建議可能要預留多些時間 以及旅客亦可考慮使用其他口岸 例如洛馬州支線 或者會留意我們相關 特別是鐵路裡面的一些廣播 第三,洛馬州黃江口岸方面 為了配合黃江口岸重建項目的進展 黃江口岸側的舊有聯檢大樓已經拆射了 就此,深圳市政府已經在就近的位置 設置了黃江口岸臨時旅檢的場地 來處理旅客的出入境清關手續 服務是應該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是由於市民可能對黃江口岸的臨時旅檢場地 是比較陌生的 所以我建議可以預留多些時間 考慮到第一階段的通關情況 以及配合深圳海關的要求 我亦都特別是強烈建議 所有由香港前往內地的旅客 在出發當日去到口岸之前 是應該預先登入內地的出入境 健康申報的網頁 或者通過微信的小程式 海關旅客指尖服務去完成這個健康申報 避免去到過關關口的位置 才作出相關的一些措施